中國大陸和菲律賓南海爭端 再先波瀾 中共解放軍指控 一艘菲律賓海軍軍艦 10月30號當天 非法闖入黃岩島鄰近海域 隔天菲律賓政府和軍方 反批對岸小題大作 製造緊張 過去中非雙方在南海爆發衝突的 多半是鳴船或海警船 這次兩國軍方首度對峙 菲律賓政府強硬表態 誓言將不惜一切代價捍衛領土 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進行解決 第二個就是堅決反對 域外國家插手 美國就是這樣啊 挑釁這樣造成的南海不穩定 中非南海衝突升級 日本政府表示 將提供菲律賓軍方海岸監視雷達 監控解放軍在南海的行動 另外日美也透露 首相岸田文雄 本週與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的會面 將同意啟動雙方部隊 順暢往來的互惠准入協定 締約談判並擴大包括美國在內的軍演 讓中國大陸氣得跳腳 報道說 在中國加強東海和南海軍事活動形勢下 日方希望提升飛軍能力 有利於改善日本的安保環境 面對南海爭議 日本明確表態 防堵對岸親門踏戶 與菲律賓可說是有志一同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